高雄市來看看這一家位在熱鬧商圈的美髮店 碰上了一名染髮 就是染霸王髮的辣妹 怎麼說呢 這位女子她是挑選了高價的髮片 揭髮又染燙的 總共是一萬多塊錢 可是到了負帳的時候 女子卻是一段的推脫 那麼最後甚至是趁機落跑 讓店家損失慘重 她來的時候就戴口罩 對啊 就是弄的時候才拿下來 穿著灰色運動服的女子 戴著口罩來到美髮沙龍 才剛坐定位 眼神就不斷四處搜索 一發現頭頂上有監視器 立刻把位子往前移 拍起來看到監視器 然後就往前移 就是把椅子往前移 女子不但要求店家 使用高單價的髮片接法 甚至指定用最高級的染劑 染了一頭大紅色的長卷髮 但店員要求將新髮型拍照 見檔時 女子立刻戴上口罩 堅持不入鏡 我叫她給我拍照 然後她就不要給我拍 她說不要拍到臉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因為她就戴口罩 外衣的行為還不止這樣 就在店員表示 結帳金額要價一萬多元時 女子先是假裝找不到皮夾 又說會有朋友來付錢 不斷在櫃台前徘徊 接著又表示 錢包放在機車置物箱 沒想到這一拿就一去不回 她就說 她可以下去拿一下嗎 然後我同事跟她說要押證件 然後她就說 就是皮夾都沒有帶 所以才沒有證件啊 那我下去一下我馬上上來 之後就不見了 這件位於高雄市熱鬧商圈的 沒法業者表示 女子已經來過很多次 前幾次的消費金額 大約兩三百元 沒想到這次大手筆改頭換面 卻欠錢落跑 讓業者損失慘重 從天選成果名張行儀 高雄報導